先为首先要带您一块来看到的是 为了要抢先在中秋节礼品市场当中卡位 20家身心障碍团体和庇护工厂 在今天进行了中秋节礼品的联合行销活动 而副市长陈启玉是代表市长陈菊抢先来订购 社会局长更是期待社会各界的爱心 能够让中秋节礼品销售的总额突破以往的记录 上看千万 用蛋卷做成的造型头饰戴在头上 噱头十足 原味 芝麻 海苔 咖啡 巧克力抹茶 有六种口味 我们是模仿埃及艳后的那种 卷卷的那种造型 想说让走秀有变成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也顺便推销我们的蛋卷 来到另一个摊位 只见身心障碍团体代表拿出健康导向的主推商品 期待赢得消费者青睐 这设施我们现在走养生的路线 就是我们有培芽绿豆酥 培芽是比较养生的东西 对 那我们就是有十二入庄 那我们就是有经过我们卫生局检验合格 对 就是让民众吃得比较安心 来自身心障碍团体及庇护工厂的中秋节礼品 摆在市府中庭 在今天共同造势联合行销 高雄市康普之友协会带来的牛渣糖 有关是咖啡包礼盒 有多达二十个单位提供更是中秋节商品礼盒 副市长陈启玉代表市长陈菊率先订购 他们很勇敢虽然身体有一些不方便 但是他们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给他们一些支持跟温暖 让高雄市这个幸福的城市 能够在城区市长这样一个市政的目标之下 能够大家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来 让这个城市有更多的温暖 在今年除了推出产品专刊 也要借助社群网站帮忙推广行销 社会局长喊出秋节礼品销售总额目标 今年的目标是一千万 所以希望市民朋友 大家我们一起吃月饼做爱心 我想这个一千万 对所有的社福团体是一笔很重要的收入 特别是很多身心障碍团体 他们的中秋的销售 往往占了他们年度的一个销售的预算 有些达到在40% 50%以上 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他们 联合推广提供消费者多样选择 身心障碍团体及闭户工厂 为了永续服务的经费来源 产工秋节礼品市场 感谢欧元周福庆 采访报导